大家好,我是啟明,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和大家講講預言 朋友可能都知道了 印度已經連續三天 擦身全球最高日增確診病例的記錄 但是可怕的是 據英國地鐵部24號消息 印度一位頂尖科學家警告 毀滅性第二波疫情尚未達到高峰 研究表明到5月的第一個星期 新增病例的數量 可能會飆升到每天50萬人 甚至更多 同時印度德里最高法院 在24號召開會議頒發了一項嚴格的法律 任何被限制養起供應的人都將被搞死 大家都認為疫情要結束的時候 突然在印度大爆發 這個其實在劉伯溫的預言中早有提示 我們來看看劉伯溫是怎樣說 劉伯溫預言說 這個溫疫分三個時間點 第一波溫疫是2003年爆發沙士病毒 劉伯溫的金陵塔悲民中 預言第一波沙士病毒從預言中可以看出 2020年這場大瘟疫武漢肺炎是第二波瘟疫 是2003年第一波沙士病毒的變種 預言說一氣殺人千千萬大陽殘暴過豺狼 氫氣洞山惡一線鐵蘭當 我們來看看一氣殺人千千萬 指的是2003年爆發的沙士病毒 靠空氣傳播自從中國爆發後 傳遍到全世界造成千千萬萬人的死亡 2003年正好是陽年 所以預言中說大陽殘暴過豺狼 指沙士瘟疫爆發於2003年陽年 氫氣洞山惡一線鐵蘭當 形容瘟疫可以空氣傳播非常可怕 鋪天蓋地以來驚天動地 防護手段幾乎起不到多少作用 我們再來看看第二波 2020年爆發這場武漢肺炎是第二波 中共故意隱瞞疫情並且迅速傳播到全世界 造成了2020年這場全球大瘟疫 那就是預言中的第二波大瘟疫 目前新冠病毒還不斷變異 而且越變越可怕 所以最可怕的第三波全球大瘟疫 很可能已經爆發 2020年12月20日後 英國和南非最先發現了新型變種病毒 傳染性和潛伏性大大提升 緊接著世界各地都紛紛出現了 很多可怕的變種病毒 可以說變種病毒已經在世界各地大面積出現 這次印度的疫情就是雙重變種的病毒 據報導已經傳到歐洲和加拿大 第三波最可怕的全球大瘟疫 正在潛伏爆發之中 大家可能知道 我們前幾天做了一期節目 說到的就是佛家5公斤預言 對疫情在2024年達到高峰 也即是疫情 目前怎樣看都未結束 不管是2024年還是今年可怕的第三波瘟疫 真的要來了 我們來看看劉伯瘟對第三波瘟疫的預言 劉伯瘟推悲圖預言中這樣說 牛頭鼠尾殺下災 招病冒死神秘哀 招病冒死就是說 第三波瘟疫極其可怕 一聽大家可能就明白 早上感染晚上就死亡非常快 那是不是好像現在的印度呢 另外又說牛頭鼠尾殺下災 典明了第三波瘟疫的降臨時間 意思是第三波大瘟疫 會在鼠年的結尾牛年的開關 這段時間降臨 2020年是鼠年 2021年是牛年 意思是第三波瘟疫 很可能在2020年的年尾 到2021年的年頭 這幾個月內降臨 那與印度神僚阿南德 所預測的幾乎是一樣 阿南德在11月根據天象預測說 從2020年12月20日開始 到2021年3月31日 將有更可怕的大災難降臨 劉伯瘟推悲圖中說 3、5月溫神滿地 8、9月惡人死盡 路途人死無數 一萬之中死九千 不到時連8月溫神天降 大地十婚人死九婚 十度惡人無一傳 沒劫年 人民不安 五谷不修 3、5月溫神下界 該年窒症其特 大多列無藥能醫 無醫能調 這裏說大瘟疫可能在 3、5月全面大爆發 8、9月結束人間的壞人 惡人會全部被淘汰 十個人中死九個 而且這場瘟疫無藥可治 無醫可救 當然 預言可能發生變化 等一會我們再說 預言為何會發生變化 其實2021年新丑年地武經都說 人民留一半可見2021年會有大災難降臨 其慘烈程度令人震撼 將死一半人 還有法國語言家洛查達瑪斯 《諸世紀》中預言 人類在經歷巨大的災難後 將面臨更大的災難 是說2021年的災難 將有更可怕 遠超2020年主要針對年輕人 而且一開始就會死一半人 人類沉浸在無邊的恐懼 和悲傷中 彷彿世界末日降臨一樣 日前發現的新型變種病毒 確實是年輕人更容易感染 和死亡 剛才的預言都提到 今年2021年上半年要發生的災難 這樣我們來看 現在科學和現代預言家 他們是怎樣說的 很多國家氣象局 和天文學家都表示 在5月26日將會迎來今年最大的血月 天空中將上演月傳食 遇上超級血月的罕見奇觀 大家可能都知道 出現血月其實不是什麼好事 很多人都認為會有災難發生 那是否意味著人類將有更大的災難發生 早前大家可能都知道 美國疾病防禦控制中心的主任 阿倫斯基曾經說過 擔心世界末日 孔章來臨 有最準預言家稱號的馬來西亞拿督 鄭博健 他說今年4月到6月是大喜大陸的月份 會有突如其來的事情發生 他懇請全人類一定要防備 這個突發性的時段 他講的防備突發性事情 和血月出現的5月26日 和劉伯溫預言的3、5月溫神滿地 這個時間點其實都很吻合 當然我不是在這裡客各位網友 我們來看按照預言這樣分析 難道真是這麼巧合 這些古今中外的不同預言 而且時間上多重合 同時指向2021年的上半年 這樣我們剛才講到 為何預言會發生改變呢 當然我認為還是最終掌握在神的手上 神可能想救更多的人 所以才有預言 先知在預言中告訴我們人類 今日即將面臨的大劫難 不是為了嚇我們 而是為了令我們今日的人類 能夠平安度過大劫難 因為先知同時在預言中告訴我們 逃避劫難的方法 就看你信不信 當然大家可能都知道 中共是這個世界的惡魔 第一點我們就要遠離中共 拒絕中共守住心中的善 當然希望每個人都能堅守正義與良知 做出正確的選擇 擁有美好的未來 好了 今日我們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有朋友對我們這個影片感興趣的話 麻煩點讚、訂閱、分享我們的影片 多謝大家再見 多謝